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老王频道 也许你曾经参加过万圣节的活动 或者化妆舞会扮演过某个虚构的角色 但有些人用他们对虚构世界的热爱 将角色扮演提升到了另一个新的层次 从可怕的服装到巨大的盔甲 这些疯狂的充满创意的人 向四人证明了 这个被称为cosplay的雷暑 不仅仅是将自己打扮成一个虚构的角色而已 让我们看看他们的cosplay到底有多强吧 星际大战 大家应该看过星际大战吧 这么传奇的电影绝对是cosplay界重要的存在 星际大战系列为角色扮演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且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服装可以脱颖而出 在全球,星际大战的超级粉丝到处都是 但你所认识的哪些人会在自己的婚礼当天 穿着星际大战的帝国风暴宾服装呢? 这位Blood Hustle就是这么做的 而当他发现自己在参加婚礼时 穿的那件帝国风暴宾服装已经变得有点破旧的时候 Blood Hustle决定设计一件新的服装 让自己成为整个银河系里最亮的仔 他用了七个半月的时间 花了五万一千颗水钻和四十三瓶墙的脚 创造了这个水晶帝国风暴宾服装 Blood的这个闪亮盔甲 在2017年的新战季典上手持亮相 赢得了最精致服装和整体最佳服装奖 看了这个闪闪发亮的装备 你们这些角色扮演者有没有自愧不如呢? 麦当劳之雷神 现在我们来讲讲麦当劳的巨无霸 Brandon Isaacson 在一天晚上喝了一点酒之后 受到了启发 创造了有史以来最独特的cosplay角色之一 他喝醉 然后经过麦当劳时 突然有了一个灵感 他想如果麦当劳叔叔其实是雷神的话 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哪一刻起 Brandon开始动手创作他想象中的服装 他用手工泡沫和以锡机制作了这件 令人惊叹的服装 当然也少不了这个 游击快和制成的独特的雷神之锤 虽然这件服装 本身可能不是有史以来完成度最高的一件 但他的制作也不简单 但是他的盔甲 就花了大约60个小时来制作 自麦当劳叔叔自雷神 从次亮相以来 许多人就想加入这个团体 他们将各种快餐的元素 结合到虚构的角色身上 随着这个超级快餐联盟的逐渐壮大 他们被称为Made Rangers 现在他们会一起到处巡回 出席各种大会 而且还有雷神的演员 跟他一起的合照哦 看来雷神还蛮喜欢这个造型的 大家都知道原创最重要 就是重新创造一个新的角色 这样才能更吸引人们 其中这个原创的角色 是由Kevin Huckabee 创造的一个怪物最让人喜爱 这个怪物被称为The Gap Kevin所想的概念 是一个可怕的变形元素生物 它的腹部可以张开一个发光的裂口 然后吃人 而这个概念将作为他制作短片的基础设定 为了宣传他的这个概念 和他想拍电影的野心 他让The Gap在2019年的 圣地雅各动漫展上手持亮相 这套服装一亮相 非常受到人群的欢迎 而这个可怕的巨大怪物 花了Kevin的团队 大约4000个小时来制作 他甚至带有巨孔灵感的溜光 和从他内部飘出了真气 由于The Gap在漫画展上 大受欢迎Kevin的短片 The Gap Nothing Is Coming 获得各赞助商的关注 我个人希望在不久后 我们能够在大营路上 看到这个险恶的生物 Hila 接下来 我要向你展示 什么叫真正的死亡女神 Hila Cosplay 它是由Bevily Donald所创作的 这个服装最具特点的头饰 在任何地方的人群中 一定最引人注目的 它是基于雷神 诸神黄昏的漫画中 死亡女神Hila 所带的头饰 你可能认为 这看起来很不方便带 但Bevily 使用了Ava泡沫 作为材料 这意味着 这个头饰 实际上 非常的轻 重量 轻于两磅 它还在上面 安装了一个磁铁 以便它 在穿过拥挤的人群的时候 可以选择暂时取下这个头饰 通膜塑料制成的 然后用金属丝 来将它们固定成 这样精致的形状 这个夸张的形状 使得将头饰固定在头上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它们用了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 就是用透明的脚带 黏在下巴底下来将其固定 嗯 虽然这样做 是可以将头饰 带在头上 但沉重的头饰 一定会对它们的下巴 造成伤害吧 迪士尼人物 Cosplay的世界 不仅限于漫画人物 电子游戏的角色 和超级英雄 然而 大多数的成年人 通常也不会跑到迪士尼公园 去扮演它们以前 最喜欢的角色 但Joseph Dabellus就不同了 这人竟然非常开心地 扮演美人鱼的海女巫 巫苏拉 我们当时在家里有美丽的祝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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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仅觉得 这些厚厚的鲁教程 一定让Joseph 汗流加倍 感觉也太累了吧 怪奇物语 也许你认为 所有精人的角色扮演服装 都需要专业的材料和技术 才能制作出来 但这位角色扮演者 Karlik在2017年 完全颠覆了这个观念 他使用了家用材料 来创造出了 这个极其真实的怪物 所使用的技巧 甚至可以 怪奇物语中的怪兽相比 Karlik 曾在一家电影道具公司工作 因此 学会了制作服装的技巧 并将其 应用到 这个角色扮演的项目中 当然 自怪奇物语 在2016年 发布于Netflix后的纪念里 许多角色扮演者 都陆续 创造了逼真的 Demo Gorgon服装 但Karl的作品 显然格外的突出 他不仅设法 在短短的35小时之内 完成制作了 他的版本的Demo Gorgon 而且 还给他制作一个 可以张开的头部 并且整个服装 仅用了纸板 和脚带制成 头部打开的机制 是利用了自行车电缆 和橡皮镜来做成的 而打开的操作 只需要通过 轻弹手腕就行了 简直轻而易举 大家有玩过Tota吗 有玩过的人 应该都知道 施了摸Oga吧 虽然Oga 有点长得像洋虫 但这个OgaMaggie 的Cosplay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这姐妹二人组 特别擅长 制作服装 和复杂的道具 就以这个蓝色的 旁然大物而言 大多数的制作材料 都非常的普通 像是纸板 纸酱 胶带 当然 还有泡沫 剧本一席 这对姐妹 手工制作了 所有的部分 包括了旋转的 电动LED背试 在涂上了 大量丙袭颜料 和用大量胶物之后 他们的Slamour Puga诞生了 这个服装本身 就已经非常的 令人惊叹 但穿上这个 Slamour服装的 角色扮演者 必须克服 许多物理上的困难 从同步步行 到 我所想象的是 他们上厕所时 的情况 一定非常复杂 这对姐妹 之所以制作了 这套服装 是为了参加 2018年 在加拿大 温哥华 举办的国际 Cosplay大赛 并且 他们也成功 产获了最佳 变身大奖 会飞的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并不总是只要求一个人扮演成一个角色的样子 有时 角色扮演者也会模仿该角色的行为和动作 而这并不总是容易做到的 尤其是当你所扮演的角色可以飞的时候 但这对阿威伦·卡米利来说 完全不是问题 阿威伦还将他的作品 带到了街道上 就像这样 他穿着完整的阿拉丁服装 穿梭在车流间 还有一个 猫龙玩具 阿布 站在他的肩膀上 最为这个Cosplay加分的是 这个魔毯 多亏了他的滑板 他看起来 真的像是 在空中凹翔 将Cosplay 这个艺术 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反浩克装甲 许多角色扮演者会花了很多钱来完善他们的服装 但没有多少人会像我们这一位角色扮演专家一样 花费那么多的钱 Thomas De Petreler是超级专业角色扮演者 他在该领域也有20多年的经验 而他在2015年首次亮相的 这个巨大的作品真的是让人目瞪口呆 这个在《复仇者联盟》 他反浩克装甲服装 总共耗资了6万美元 他高9英尺半 宽6英尺半 更重要的是 他重达95磅 并且耗时近1600小时 花了他整整两年才制作完成 Thomas需要整整20分钟才能穿上这个巨大的装甲 而且考虑到他的重量 他不能走动太长时间 尽管他可能会让你筋疲力尽 但不可否认的 穿上这套装甲一定会让你感觉自己很无敌 灭霸 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灭霸服装也是如此 由专业的效果艺术家 Motor Belsch所创作 这个角色扮演 巧妙的利用 夹制装补靴 来完美的模仿 电影中 电脑神称的那个巨人 显得 许许如胜 逼真的皱纹和折痕 几乎让这个Cosplay 散发出了真正的灭霸的气场 对于如此出色的Cosplay服装 即使你将其误认为是真实的灭霸 也轻有可远 对Water来说 幸运的是 他的朋友身高6英尺3英寸 然后 他们使用了厚底鞋 来将这件服装进一步的增高 所以准确的说 总共是6英尺8英寸 Water就这样为世界各地的灭霸 Cosplay服装 设定了一个标准的身高 包括装甲 整个服装 用了一周的时间来制作 而制作其武器 也花了大约一周的时间 最重要的是 Water花了两周的时间 精心雕刻 灭霸的脸部 不过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的努力 使这个角色扮演 取得了真正的成功 女钢铁侠 作为有史以来 最受欢迎的英雄之一 我们总能 在世界各地的角色扮演大会上 看到很多的钢铁侠 逼真的钢铁侠装甲 很难被重现 而且 由于这个角色的受欢迎程度 非常高 以至于钢铁侠的Cosplay服装 很难脱颖而出 但这套 由Shanan Lona 所制作的钢铁侠 显然比其他的更为独出 而他 正是身穿钢铁装甲的 Paper Potts 他的这个作品 配备了灯光 无限发光头盔 甚至还有一个内置影响系统 可以播放 《复仇者联盟4》 《终局之战》 电影中的片尾曲 有什么比穿着这个套装 进入会场 更加引人注目呢 Shanan制作的这个角色扮演服装 质量非常的高 如果Tony Stark看到这一幕 应该会很自豪吧 《猛毒》 有些角色 看似完全无法扮演 《猛毒》 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但Alex Brennan 自90年代以来 他一直在创造共生体的 Cosplay服装 所以很明显的 他在这个领域已经有了非常多的经验 而他最近创作的《鞋子猪》 更是有史以来最逼真最可怕的共生体Cosplay之一 这作品充满许多细节 包括徐徐如生的卷顺和令人沉默结实的纹理 更重要的是我们能看到他的女朋友 也打扮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女版写字组 和他一起出现 为了将作品的恐怖程度推到一个新的水平 Alex甚至制作了这个可以动下恶的年举 还可以喷出毒液 几乎和猛毒电影一样恐怖 乌鸦仔 Easy Chung是加拿大的服装制作者 艺术家和动物爱好者 他创造了一套质量非常高的服装 那就是迅荣高手电影中乌鸦仔的Cosplay服装 看到这Cosplay 我们很容易忘了这件服装里面 实际上藏着一个人 但当然的 Easy需要一个助手随时引导他四处走动 因为Easy带着乌鸦仔头盔的时候 实际上一直都在指示着地板 因此这有时会发生一些非常搞笑的小事故 看来乌鸦仔还需要一点训练呢 正义联盟 有些父母非常痴迷于为他们的孩子 制作最棒的万圣节服装 而摄影师 Jorge Lossie 更是将这一点提升到了英雄般的高度 他投入了1500美元 让他三岁的女儿 想成为神奇女侠的梦想 在万圣节当天实现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 他做出了一件手工制作的 真批神奇女侠服装 Jorge也组建了一个小团队 他们利用Photoshop为小神奇女侠的装扮 添加一些戏剧特效 使得这些照片就像电影中的画面一样 然而这些照片最后在网上爆火 而Jorge也因此受到启发 发布了正义儿童联盟的一系列照片 嗯,你们觉得酷吗? 在现实生活中 重现卡通人物的形象是一回事 但如何让外形独特的卡通人物 在现实世界中显得非常真实 看上去栩栩如生呢 嗯,有一位艺术家决定接受这个挑战 让我们看看这个 写是卡通的神奇别作品 这是Photoshop未来里的Lila角色扮演 实在是太写实了 简直就像真的有个独眼女 在街上大摇大摆的走路一样 这个作品的创作者是Sabrina Kris Castro 她首先将自己的脸扫描进电脑 再将她的五官修改成Lila变种人的样子 从而创造出了这个Photoshop未来角色的笔着面具 面具的眼睛是用黏涂塑形的 但最困难的部分是把它画得尽可能的笔针 重点来了 你会认为戴着像这样的单眼面具 然后用两只眼睛看东西会有一些困难 对吧 但这是错误的 Sabrina在面具上添加了两个我见过最小的眼孔 将它们巧妙地放在她巨大的眼睛的作纹里 所以你永远都不会注意到它们 这就是我所说的细节 像素化服装 现在让我们回到8位元和16位元游戏的时代 Dun Cartel是一位艺术家 谈乐重于制作像素化Cosplay服装 将恶敌的任天堂游戏角色带入我们的现实里 尽管Dun的服装看起来是多么的惊人 但它们的构造却初期的简单 只需要用到纸板 机器、胶带和绳索 然而为了呈现出游戏中的视觉效果 它需要做相当多的工作 但手工绘制每一片纸板 以模仿像素化的风格 然后使用绳索和脚带将它们连接到自己身上 这件来自银河战士系列的太空海盗服装 花了它数月的时间构实和大约24个小时来绘制 但只要你从正面的角度看它 你就会感觉到 好像我们的3D世界 被2D的外星人入侵一样 神话危机 有些东西是如此的恶心 但你又无法离开你的视线 嗯,这个神话危机的角色扮演完美的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Cosplay基于游戏里 产现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之一 Villian Perkins在给自己注射局病毒后 变异成一个可怕的怪物 然后在整个神话危机世界中肆虐 在2016年的世界Cosplay大会上 一位名叫Guy的角色扮演者 产世了这变异服装 让神话危机的粉丝们感到兵致的鬼 这一看你可能会认为它只是一件 带有附件的精神衣 但令人震惊的是 那个看似真实的人头 实际上不是一张真实的人脸 而是一个超级逼真的面具 Guy完全隐藏在 所有的这些戏和塑料里 用旁观者完全看不到的 精神隐藏的眼孔 窥视这里 这个角色扮演服装是如此的充满细节 从一根一根的血管 到巨大的突出的眼睛 你有没有Cosplay过呢 你就讲Cosplay两个角色 在评论区里让我知道哦 感谢收看 到那儿了 再见 嘿嘿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